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车外观采用了大量的现代化设计 超大尺寸的玻璃车顶能够让更多的自然光进入驾驶舱内 视野更加开阔 对该式的车滑门设计看上绝非常的别致 动力方面 新车将采用纯电动系统 类似100千瓦时的电池组 满电性光下最大续航旅程可达402公里 此外 新车还支持新一代直流快速充电技术 在20分钟内可获得最多241公里的续航旅程非常的给力 而且 上海通用学团正式宣布2017款麦瑞宝XL正式上市 新车共推出3款不同动力共计8款车型 新车售价区间在17.99至26.99万元 此外 雪佛兰官方还宣布 购买2017年麦瑞宝XL即可享质购置税全面政策 感谢你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哦 此外 路虎2017款缆胜运动版也正式上市 新车在外观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仅在车漆方面增加了硅谷银和法拉龙黑两款豪华金属漆 据悉 新车共推出3款动力共计5款车型 顺耳区间为92.8至229.8万元 近日 有媒体曝光了一组新款东风雪佛龙C5的叠照 从叠照中来看 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头灯和尾灯设计 并换装了全新样式的轮圈 类似相比老款车型则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悉 雪佛龙未来在海外版C5车型将会变是SUV产品 新款雪佛龙C5轿车会成为中国特供版 必亡于2017年年内正式发布 好了 以上就今天汽车月报的全播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博 微角汽车或许最新的消息 汽车资讯 维阶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